好必須說現在黃珊珊 已經變成民眾黨 黨內黨外很多人 指責的對象 這一把檢討的火燒向她 畢竟她是2024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那我們剛剛講了 政治獻金的風暴 柯文哲要黃珊珊負責任 什麼責任 每天開記者會 過去黃珊珊不太願意 面對媒體 所以你現在要每天開記者會 會扛起來負責任 某種程度是 你自己把這個善後處理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 柯文哲是不是有很多的危機 三大案 現在要一一的爆炸了 而不開砸黃珊珊 到底是為哪裝呢 民眾黨黨內是說 是為了黨團平衡 這個理由 大家可以接受嗎 來聽聽看 被支持者加油聲勇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到台南在假仗風暴以後 首次與前立委蔡壁如同台 假日期間不談那個政治新聞 兩人一前一後到場沒碰到 蔡壁如先前要黃珊珊辭職負責 柯文哲態度似乎不甩 我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他講說辭職最簡單 屁股拍拍就走路了 現在整個善後小組 還是你要來負責 女人是陳智涵跟黃珊珊 跟您 我在這個外圍 獨立的一個態度上 跟方式上是不是有雙標呢 所以應該去問柯主席吧 傳出黨內有一群人 希望民眾黨之母蔡壁如 能回到中央黨部 其實他也沒有離開黨中央 黨裡面只在哪個位置都有 都有在工作 對這個組織有幫忙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黨部去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 小黨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人 到各個地方去開支善業 儘管雖然黨內有聲音 判蔡壁如班師回潮 但黨務由黃珊珊主控 兩邊人馬似乎正在暗中各自角力 好 現在柯文哲 跟民眾黨的困境到底是什麼 郭正亮就講了 他說他連黃珊珊 這一顆石頭都搬不走 所以當然把自己困在裡面 連石頭都搬不走 蔡壁如到底有沒有心中萬壇 包括你現在他處理黃珊珊 跟蔡壁如的標準都不一樣 講的是過去蔡壁如不是陷入論文 抄襲風波嗎 當時蔡壁如擔心會傷害到黨 傷害到柯文哲 自己就請辭了不分軍的立法委員 後來陳婉會才逮捕上來 所以蔡壁如就說你去問 有沒有雙標你去問柯主席 我不知道 你去問柯主席 陳志涵是講說 黨內檢討有一些是見縫插針 有人就講說你是在暗批蔡壁如 蔡壁如有沒有可能班師回朝 王子復仇記 公主復仇記 皇太后復仇記 蔡壁如說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謝立功 我們民眾黨的前秘書長就說 上台不容易 下台更需要優雅 什麼意思 來 秘書長 其實我這段話 是給黃珊珊一個很好的退路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所有 我們常常講有句話叫做 棄居保帥 可是我看柯文哲這件做的動作 叫做棄率保居 所有的事情 好像他很怕大家指責到黃珊珊 其實我老實說 今天 到今天這樣的狀況 當然視人不明 用人不當的柯文哲 他當然有責任 你用到這些人 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 但是說實在的 民眾黨又是一個藝人政黨 雖然我們很希望不是 可是這五年下來我們很清楚 柯文哲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政黨可能真的沒辦法存在 所以基於這樣的前提 所以我覺得要有人 要有優雅的身影 要來解套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想到 不管說當時蔡壁如那個案子的 前因後果 或者那時候的時空 畢竟他的身影夠漂亮 直接一直到現在大家都說 對 如果不是他這樣 2022那個選舉可能會很難看 可是一樣今天到了2024 選舉的結果 真的也選得不如理想 可是現在你又是總幹事 所有人當然要究責 那究責請問要救誰的責 當然一定是總幹事是首當其衝 所以你自己應該要想想看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覺得柯主席昨天講到 要成立這個所謂上後小組 我覺得倒不失為一個方法 可是這個上後小組 不是你用立委的身分來處理 而是你想想看你當時是總幹事 那你要怎麼處理 甚至你可以把陳婉輝找回來 陳婉輝當時也是在選舉 他的過程中他很清楚 裡面一些問題 你把蔡壁如也找回來 你如果更有決心一點 把張毅上Grace都找回來好不好 我跟你講 如果最後 他們說的調查的結果 說需要怎麼改進 他們都願意進來背書 他們說對對對 就批了很多 沒有關係 反正你已經現在是這個地步了 就讓大家百花齊放 大明大放 看要怎麼講 怎麼講 你要自知死地而後生 反正你也不用再怕什麼 大家有意見就勇敢提出來 人家可能會覺得 柯文哲不太一樣 所以你是公開呼籲黃珊珊 辭掉不分區立委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如果他還能夠想出更好的方法 那我覺得我也可以接受 可是重點是什麼 因為柯P那句話是沒錯 辭職當然是最簡單 反正我就什麼都不管了 很多人其實對黃珊 也是覺得不容易 做任二十幾年的議員 又做過副市長 現在也做了立委 他當然還是有他的一些功能存在 可是我們常常有時候 功過會相抵 你不是完全負面的 你有正面的 可是什麼叫做漂亮聲音 漂亮聲音就在這裡 你這個時候做得漂亮 以後所有人都會懷念你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柯P就掛掉了 我們來回應謝宜公一下 謝宜公的講法 就是說陳婉惠 蔡比爐這些人 都回來百發其放 這個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in charge 這個召集人是黃珊珊的話 你這個花怎麼放 所以我就回來講 郭政良的講法 郭政良說 他連黃珊這塊石頭也搬不走 這個講法不精緻 你知道嗎 這個石頭過柯P要搬的時候 很簡單 柯P只要被起訴 被積壓或是被關起來 然後他不要輕視 他只要動個眼神 或是稍微手指頭比一下 黃珊就完了 所以不是這塊石頭有多大 柯P搬不動 我常常記得有一個漫畫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有一個拿個鋸子 爬在樹上 因為樹的上面有一根 這個是不好的 已經壞掉了 他要把它鋸掉 但是這個要鋸的人 騎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鋸了以後 你也掉下去 你知道嗎 現在柯P是還騎在那個上面 如果柯P坐牢了 如果柯P被起訴了 他就不再在樹上了 他那時候黃珊珊要掉下來 沒有人管得到 所以你說他現在 跟黃珊珊綁在一起 是綁在一起 現在你看 他現在如果動黃珊珊的話 黃珊珊手中知道的東西 那麼多 柯P只想到就嚇死了 你知道 丟出來他就慘了 他們兩個現在是互利共生 你知道 或者是互惡共生 就是說我抓住你的脖子 你捏住我的尾巴 兩個人就纏在一起 所以不敢動水 所以不是說他不想動黃珊珊 而是他不敢動黃珊珊 他這個不能維持很久了 因為你看那個日本的鄉普 對不對 藏在一起 沒有多久就算了 我覺得他不動黃珊珊也可能 也有選票考量 因為之前就是說民眾黨 就在國會跟我們藍白河 推國會改革法案 好像他們內部也有做民調 覺得說如果他們被認為是小藍的話 有些小草會流失 所以他也需要有一些人 去鞏固那些比較綠的 平衡 平衡一下 黃珊珊其實在立法院 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你意思是說他是綠的 他扮演綠的角色 我覺得他比較扮演就是 比較靠那一邊的 鞏固綠的角色 對 因為就是在立法院 保證我們沒有要接受他這個 沒有 還不是要有接受 沒有退回 因為在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院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譬如說 他招之姐更綠 對 招之姐怎麼辦 但招姐在立法院 比較少看到他跟綠的幹嘛 陳招之雖然說他也是綠 但他對民進黨很失望 不一樣的綠 有意識形態的綠 像黃珊珊譬如說有一次 我覺得黨團協商還是開會的時候 他就坐在無私藥旁邊 以前民眾黨比較喜歡坐我們這邊 但是黃珊珊就坐到無私藥 兩個人就趕快自拍 他還自拍 對 然後後來推那個 好像是財政收支劃分法的時候 黃珊珊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要推出跟國民黨不一樣版本 我記得他說珊珊姐 他有直接講珊珊姐 所以柯碧如果說就把黃珊弄掉的話 也許就是說那一塊票也可能會流失 這是一個 也許是一個考量 現在黃珊珊在民眾黨黨內 支持者還是滿多的 我看到他在臉書PO相關的說明 下面很多人也是講他加油 你柯碧如果處理他 這些人會不會也失望 所以柯碧現在陷入兩難 另外當然我覺得也是跟大老講 也有相關 就是說黃珊珊在一些案子的 角色是什麼 因為蔡碧如直接講了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她說黃珊珊很聰明 她是律師 她知道怎麼自保 就像在金華城那個案子 沒有在任何的文件上留下她的名字 她都沒蓋章 對 我那時候一看就說 金華城跟她有關嗎 那時候就有起這個問號你知道嗎 加上李城堂爆料說 黃珊珊好像在這事情有角色 那接下來就要看是不是也許黃珊珊 真的在金華城有角色 那這個事情跟柯碧有什麼關係 所以柯碧當然也不會切割 所以柯碧現在我覺得很難處理 你要他怎麼講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只好講一個 就是四平八穩不痛不癢 說什麼叫黃珊珊出來看 其實會幹嘛 這些其實都有點無關痛癢 其實我覺得大家在評論 黃珊珊遲不遲 他一直在有一個角度說 你看以前蔡碧如論文案對不對 那他不就遲了對不對 那說黃珊珊那你這次 要不要比照辦理 就是至少要幫柯文哲 就是你要擔起責任 你是競選總幹事 可是我覺得剛好這個問題 點到一個關鍵 你怎麼知道是柯文哲 叫蔡碧如遲的 你有沒有想過是蔡碧如自己遲的 聽說柯文哲有打電話 跟他講這件事 對啊 可是我剛剛 請他遲 我認為什麼 我起心動念蔡碧如的當時的反應 我自己的感覺 當時的反應就是 他跟柯文哲的關係 終究跟黃珊珊跟柯文哲 還是不一樣 他跟柯文哲是一路跟到底的 一路跟到底的人 終究有一個東西叫情這個字 所以他可能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主動幫這個老闆 多想三分這個狀況 那換黃珊珊的情況 黃珊珊其實你也知道就是 後來因為要延攬他當副市長 所以他才開始進到民眾黨 慢慢的他就掌握了權力 所以嚴格來講黃珊珊跟柯文哲的關係 比較像政治結盟者 而今天蔡碧如跟柯文哲的關係 他其實是一路上來的革命同志 革命夥伴 所以這也反映到一件事就是說 今天其實嚴格來講外面有些呼聲 希望黃珊珊能夠這個 能夠辭掉立委的職務 那剛剛其實那個 袁志有分析過 但對民眾黨來講 他可能會考量到這光譜的問題 可是我要說的是 現在是考量光譜的時候 現在 現在已經是 已經 對我說真的 擋到改名了 你現在已經快要被瓦解 四分五裂 我講一個動物器官給大家聽 民進黨現在處境是這樣 就是有私群 然後在瞄準那個長頸鹿 他們那個長頸鹿群 覺得長頸鹿一緊張 要開始這個防禦對不對 開始腳開始踢踢踢 我真的講真實的 我真的看動物器官看到 踢踢踢踢踢 沒有踢到獅子 把長頸鹿都踢死了 小長頸鹿踢死了好幾隻 所以我就要講 民眾黨現在其實就是一團亂局 這麼亂的時候 那你要回到最本身的一個狀況說 把責任分清楚 有一件事我覺得 柯仁哲做的還是對的 你叫黃珊珊出來開界 其實本來就該做了 這所有的事情說真的 我也當過總統大選的競選幹部 我們有競選的總幹事對不對 你正發現這些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出來要解釋 總幹事一定要出來解釋 總幹事帶著發言人一排座 你任何質疑哪一個站不對對不對 900萬面子 我就出來跟你講 900萬面子我怎麼做的 可是今天我們並沒有看到 他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你不能讓自己是隱身於厚 你必須是站在所謂的 主帥的前面 幫他排解所有的問題 更何況第一個你是他選舉的總幹事 第二個你是他當台北市長 副市長 所有決策說真的 是不太可能跳過黃珊珊這一塊 因為黃珊珊有法律專業 你知道這裡精華人什麼東西的話 你終究市長一定會要問問他法律專業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既然知道案件什麼狀況 其實某種程度可能就說 你以後天天出來開記者會講 我覺得這一個人是有道 但其實不是現在要做 他早就該做 是是 好 我們進一項廣告 黃珊珊 好 這個禮拜呢 大家都在抓樹木 都在做會計 我們看到包括總統大選期間 政治現金怎麼用 現在連幕僚的薪水都被挖出來 看看這三個陣營的幕僚 發言人他們到底在大選期間 領了多少錢 大家看到這個也是網紅整理的 前20名領最多的 你看到藍色的都是國民黨 淺藍色的是民眾黨 綠色的是DPP民進黨 民進黨只有兩個人進榜 你可以看到前面四名都是國民黨 民眾黨第一名叫做陳志涵 他總共在大選期間 據說是五個月拿了1024萬的薪水 這是加獎金 如果這樣子算起來 一個月平均大概有20萬 所以有人都說 哇 小草這麼辛苦 給你這麼多錢 你陳志涵月薪20萬 陳志涵很生氣 他說這是垃圾操作 來看看陳志涵的回應 網紅四長毛統計總統大選期間 藍綠白競選辦公室申報資料 前20名高薪幕僚排行榜 柯文哲進辦就佔了12位 會有一六位賴清德則是兩人 四長毛補充每個人零幾個月不盡相同 他計算的是薪水總數 例如陳志涵禮五個月換算下來月薪20萬 比較的基準根本就是不公平的 因為民進黨的很多人 他的薪資是沒有被申報上去的 他不是從這個政治獻金裡面來支出 所以他就根本無從被比較 所以我們看不到包含了他們的總幹事 不管是姚立民 潘孟安 或者是他們的發言人 陳世凱 郭雅惠等等 這些人的薪資 報得越多的人 然後被打得越兇 陳志涵反擊查真正現金 查到人格謀殺 除了底薪還有加班費等等 勞務報酬 月薪不到10萬 把年中加班費7個月薪資混在一起 根本是亂講一通 也質疑綠營 近半數名位居要職的公共人員薪水 都沒排進去 時任耐清德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清北市議員戴偉山 跳出來回應 我在整個大選期間 我都是全日的無薪志工 那我想針對於理念來為台灣進行奉獻 而是我的榮耀 知新管道來源不同 被放在一起比較 民眾黨無法認同 我看到戴偉山他是新北市議員 他跳出來說 我當發言人的時候 我都沒有拿錢 我零 我為了台灣我可以 那這個黃耀明就說 拜託有人點名你嗎 你自己幹嘛跳出來 你是豬隊友嗎 你是新北市議員 你本來就有薪水 你現在講什麼無薪志工 而且你領的是市議員的薪水 嚴格講起來你當市議員 人家給你的工作 應該是管好你的市政 你出來幫總統發言 其實已經是extra多做了 某種程度是這樣 那觀眾朋友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黃耀明說 其他人他點名的是誰 賴清德進辦的重要幹部 包括姚立民 包括發言人或者是幕僚 陳毅玲以及我們看到陳世凱 還有郭亞惠 他說你們這些的錢 為什麼都沒有申報 你們都在做功德嗎 來 其實我先想說 大概是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剛剛提到的戴偉山 包括我本人在內都一樣 因為我們是民意代表的身分 所以確實我們是沒有資靈薪水的 所以當時我還記得 慎選獎金的時候 每一個人其實有發一筆慎選獎金 我們正好我們的陳述是零 就是幾個月乘以零這樣子 所以最終的金額還是零 所以你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沒有 但我覺得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大概都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是帶這個公職進去 來幫忙選擇的話 你帶你去發言人沒有拿錢 大家都會覺得說是來幫黨做事 其實沒有去追求這個薪水的條件 但我還是要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全職的這個員工的部分 那我不確定 因為其實民進黨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到後期 其實包括黨部跟這個進總 其實大家是融為一體 所以有可能是說 有不同的包括黨部 資新 可能就不會在進總這邊 去反映出來 我不確定這個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去翻閱這個帳本 但事實上民進黨的狀況 大概過去就是說 黨部跟進總 大家是互相支援的 至於說我覺得民眾黨的部分 我覺得最扯是這樣 民進黨當時有一位副秘書長 領9萬塊錢 就被民眾黨轟 說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結果現在說一個發言人 在選舉期間一個月的月薪 如果折下來可以到二十幾萬 兩輩子多 民眾黨同時還去喊窮 說沒有錢 大家要儘快募款給我 因為我沒有錢去做這件事情 大家就覺得說民眾黨 為什麼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難道小草的錢來得快 去得也快來得容易 所以因此花費也不用任何的把關嗎 況且是這樣 其實今天如果是單一發言人的薪水 我覺得也就算了 一個政黨要決定要付多少錢 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你把它再納入900萬元的衛生紙 納入400萬元的菜瓜布 再納入1150萬元的裝潢費 再納入1000萬元的YouTube行銷 一集70幾萬 你把所有這些種種的案例 全部納入之後 你會覺得柯文哲 他的這個所謂的連錢 他所謂的會省錢 SOP到底在哪裡 反而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非常會花錢 而且都是大筆支出 強哥也做過發言人 你說這個20萬很多嗎 因為我在兩次總統大選 第一次是當馬英九的隨行發言人 就上山下海了 那次我的薪水就不講是五位數 當然陳自然是六位 20百千萬 五位數 五位數 當然這個薪水有差一級 但也確實我必須講的 這個選舉幕僚 我們都選舉過 其實真的是很辛苦 就是說所以都是沒日沒夜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民眾黨要給 陳志涵的薪水高低 至少他把薪水放進去 你要罵就可以罵他 你覺得太高太高我可以罵他 就像剛剛宜翔講對不對 我必須說像至少我在 我第一次當發言人 第二次當副執行總幹事 我們的薪水都是放在禁總的 因為我是競選幹部 所以當然是薪水是放在禁總 可是你那麼多的一些 競選幹部 你薪水到底放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這些人的薪水 到底是誰發達 姚立民 郭雅惠 還有包括陳世凱 薪水是誰發達 對 就是很奇怪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風波 以前我被民進黨罵過 我還被告過貪污 因為這是告過貪污 因為我到禁總之後對不對 然後去連任的時候去當禁總 但之前我是總府發言人 就他們說我領總府的錢 然後去做競選辦公室的事情 我那時候真的快昏倒了 我都辭職了 然後你還說我去 還說這叫貪污 所以因此我要講 總統府領總統府薪水 我們就很清楚 叫總統府薪水 然後選舉任務到了 辭掉總府發言人 我就去當競選辦公室 副執行長 我就領競選辦公室薪水 所以這些重要幹部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可能還是要出來 交代一下 就是說他們真的是義工嗎 還是說今天這些薪水 你是把它放在哪個地方 因為他們是全職的 我先講戴偉山 因為這比較簡單 你多嘴 多話 你那個是有很好的薪水的議員 然後建立一個發言人 你還拿什麼 而且可以上節目 對 我覺得他不應該講這些東西 這一講就漏氣了 但是我覺得陳世函的回應也不好 他說他日夜忙死了 所以拿20萬是應該的 我要請教陳世函說 你這個20萬是誰核定的 還有你現在沒有選舉了 你現在做發言 你薪水多少 如果現在他薪水是8萬 那20萬要從8萬扣掉 就是說你為了選舉8萬以外 在多加了選舉期間的今天 或者獎勵金或是靠賞金都可以 但是隆隆同統的 你一個月去拿了20萬 你進去進總的時候 到底誰核定這麼高的薪水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 我想補充一個點 我聽到民眾黨的朋友講 陳志函20萬的問題 他不是在說陳志函20萬高或低 他只想問柯文哲發薪水的標準在哪裡 他說陳志函講那些東西 他們通通都在做 下面比他辛苦的更多 但是不要說薪水好了 很多通通都是志工 而陳志函為什麼可以拿到 這麼多的薪水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新聞 最近除了柯文哲問題很多之後 還有誰一直被賭麥 陳佩琪一直被賭麥 當陳佩琪被賭麥的時候 電話打給的是誰 打給的是陳志函 跟陳志函問他該怎麼處置 然後陳志函安慰他 然後他們兩位好像還去大道成那邊 拍照 喝咖啡等等自拍 來幫他解決很多心理的壓力 所以與其陳志函說 是柯文哲重用的人 倒不如說陳志函是 陳佩琪所無法放棄的人 所以才讓他在這麼多風風雨雨裡面 他的薪水幾乎是 位列民眾黨裡面最高的薪水 我不曉得謝麗公執行長 之前有沒有拿到 秘書長有沒有拿到這麼高的薪水 我沒有拿到20 對 秘書長都沒有辦法 而且我那時候沒有加班費 所以我來說 現在民眾黨最大的問題是 不是錢給多給少 而是你到底公不公平 能不能夠讓你的 標準是什麼 讓你的製作人有福氣 不過我來說一點 我跟你講他把陳夫人拉進來了 我覺得這段我不同意 這合理的推測 但你們沒有證據 他們有去拍照 你們沒有證據亂扯 我看到是陳志函 領的可能不是黨部的 他是領禁總的 他是禁總 這個其實要區隔出來 因為黨部應該沒有這麼高的標準 但是禁總來講的話 當然候選人要怎麼給 或者說總幹事要怎麼給 總幹事決定的 總幹事決定的 如果這個時候又不得不講了 那道理是柯文哲決定的 還有黃世昂決定的 就是他的薪水 當然他也是很辛苦 但是相對而言真的是比較高 常常他們跟許甫倆一起對比 許甫是負面算 薪水應該也不少 當然應該後面還是有加班費 所以現在很多人抱怨是說 他們夫妻倆領的是比較高一點 好的 但是回頭來講 你候選人願意給 你總要是願意給 那你要怪誰 至於說其他的 我覺得很多工作人員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謝謝你 我問你 周餘修該領多少 你們現在終於討論到秘書長了 是啊 黨的秘書長很重要 很清楚都沒有被列出來了 對 所有的記者會怎麼也都沒有他 以前有這種事都有我 我就怕周餘修 不是問你啊 我怕周餘修遠低於許甫 這個我就不曉得 應該不至於啦 我們再去查 來 進一張廣告 好 基隆市市長 謝國良的罷免案 預定在10月中投票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當初啊 罷免團體要罷免他的理由 就是東岸商場嘛 可是基隆市政府 四連勝 就是當初要罷免他的理由 基隆市政府都一一的贏了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東岸商場法律戰 第一勝是在6月21號 大日是請市府 給付增鑑的這個錢 就因為他後來找Net來 不是又增鑑了嗎 就是說基隆市政府要給 法官說駁回 第二勝是8月7號 主副公司就是Net 向法院申請假扣押 也被駁回 第三勝 Net提出行政假處分的申請 也一樣被高等法院駁回 第四勝是8月15號 Net不滿市府 因為後來他重新造標 這個ROT促餐案 結果讓微風公司得標 他說這個不公平 裡頭的評選有問題 提出異議 可是財政部駁回異議 四連勝 謝國良已經吃了定心丸嗎 我們來看看 一見到桃園市長張善政 貪犯們熱情伸出雙手 在謝國良罷免案 沉案之後 講完安張善政 兩個直轄市長 接連兩天到基隆顧梁 謝國良市長 很需要我們旁邊的支持 市民應該要看清楚 謝國良是一個好市長 黨惡霸體善良 市場內加油聲此起比落 9月6號首場大型反罷免造勢 將掀起高潮 但重量級來賓誰來當 會邀請貴賓的部分是由 我們黨中央統一來邀請 反正卡司是誰 都能讓自己增添信心 畢竟和Net之間的法律戰 截至目前完勝4比0 今年2月開始到8月 法院都判Net三次敗訴 就連財政部都不會申訴 跟大家講 我想這個罷免 會讓市民朋友跟國人朋友看到 已經越來越沒有正當性 謝國良其實很溫和 所以你看他主打是善良 小愛爸爸很善良 你看到這個包括張善政 桃園市市長今天也到基隆 去跟他合體了 在成功市場合體 說我們要反惡霸 你覺得此舉會吸引到 基隆市民的支持嗎 因為他們現在評估就是 基隆沒有投過罷免票 很多人誤會 以為說我不出來投票 我就是反罷免 但問題是遊戲規則不是這樣 現在是第10月13號要投票 出來投同意票 就是要罷免謝國良的 動機一定比較強 他們就是會被煽動 尤其是綠的 就是要把謝國良罷免掉 再換民進黨來當 所以他們動機會很強 但是如果說藍的 或者是挺謝國良 以為我不去投 就是挺謝國良 那就完蛋了 我之前看美麗島的民調 不同意罷免的比較多 大概接近五成 可是支持罷免的 有39點多% 這39點多%裡面的25% 有出來投票 然後不同意的沒有出來投 謝國良就GG了 所以現在就是要用各種管道 各種平台去宣傳說 一定要出來投票 為什麼要出來投呢 因為民進黨沒有正當性 因為剛剛前子你講到東岸商場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那個是民進黨說要罷免 謝國良的起源 那個時候討論多細 說謝國良怎麼樣圖力為風 制定的評選規則都不合理 對不起Net 對不起大日 然後所謂的ROT那個案子 就是東岸商場二樓到四樓 應該是Net的了 你基隆市政府怎麼可以搶搶民產 講多難聽 但現在法律全部都判 基隆市政府贏 你罷免為什麼要持續 那時候民進黨怕說二階沒過 甚至於民進黨的議員 全部跳出來說 我來幫你們連署 然後林宥昌前市長一直回基隆 要去煽動罷免 我很少看到前市長 一直說要罷免謝任市長 你是有什麼把柄 被謝任市長掌握 幹嘛一定要罷免謝任市長 所以沒有這張信 沒有這張信 這是我們講的 民眾不見得知道 所以一定要鼓勵他們出來 投不同一票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覺得這次投票 不是為了謝國良投 謝國良做得很好 然後他持續推動 你要罷免他又要補選什麼之類 其實對這種市政 也是一個混亂 但我覺得不止於此 我覺得應該是要 散佈一個民主的價值 什麼價值 選贏的 人家選贏的 選輸的 你不敢來選 願賭不服輸 然後人家沒做多久 就說人家做不好 就把他罷免 台灣每一年都在選舉了 乾脆選爸爸改成說 民進黨沒選上了 去自動補選一次好了 自動改選一次好了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這次出來投是 不只是為謝國良投 還有為民主而投 就是讓這些亂七八糟 搞罷免 搞鬥爭 然後願賭不服輸 搶位子 吃相難看的罷免 給他們一個教訓 讓民主可以穩定 這兩天基隆非常熱鬧 因為中元季 基隆有很多的慶祝活動 可是這個罷良團體 其實也開始重回街頭了 前一陣子其實有沉寂的一段時間 昨天開始在街頭 你看到他們樹立起 像這樣子的一個看板 或者是一個人像 他寫著草皮市長 因為東岸碼頭這件事情 東岸商場這件事情 看起來已經不是宣傳的重點 他們講說你亂種草皮 怎麼在 好像是警察局的頂樓種草皮 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看到很多人穿著背心 在街頭宣傳說罷免問我 然後要基隆市的市民 要衝高同意罷免票 來 先請教Vancen 因為像是原資都說是民進黨 民進黨在煽風點火 可是你們不是說都是公民團體嗎 其實確實這個發起是公民團體 其實你找不到任何發起人 其實他是民進黨的黨公子 這就不是事實 我覺得講一下Net的部分 因為Net其實看到這個 所謂的四點慎 其實三個都是跟同樣的案子相關 就是說到底這個 徵件的部分的產權是屬於誰的 確實法官是認為說 其實因為當時市府並沒有委託 這間公司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他自己去做之後 那產權到底是屬於誰 應該理論上到時候還的話 是要還市府 所以這個是法院確實 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第四個案子的本身 但我覺得第四個案子 其實也是有一點類似 就是說到底他這個招標程序 有沒有符合到 所謂他認為的正常的一個程序 可是財政部已經駁回了 這是財政部審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我剛才只是解釋說 但是這四個案子的本身 我覺得都沒有動搖到 當時為什麼很多基隆市民 會反對這件事情 是因為當時強制的警察破門而入 這個強制執行等等 甚至於我覺得有包括 我記得沒錯的話 也有謝國良或許也講過 說這個整個程序 其實可以處理的方式更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並沒有說 今天好像四個連勝 所以因此大家就賞失了 這個所謂罷免 這個謝國良的一個正當性 因為不要忘記 包括有這個飛揮案子 包括有這個電動機車案 包括的案子很多 所以基隆市市民最終的決定 我相信會取決到於說 謝國良到底他的市政表現是好與壞 首先我對口一哥的講法不同意 為什麼你現在已經退縮回來了 就是說也許我不對的地方 就是善用公權力 就警察破門 我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像樣的都市會罷免市長 因為他動用警察的公權力 當然是不對 道個歉或是處理一下都可以的 就這樣去罷免了嗎 我覺得謝國良一開始 腦心就不清楚 邏輯不好 決斷力 執行力都不好 他現在還要講政績 我上年以後政績有多少 這跟這個都沒有關係 那他不要講什麼 他應該講 你們要罷免我的 已經都不存在了 法院不但還給我一個公道 還給我四個公道 你還要罷免我嗎 應該這樣才對 你知道還要去請這些大牌 張三聖去有用嗎 張三聖 跟這個沒關係 請羅斯牆的舊老闆去 反而是尿 請羅斯牆還滿滿糊糊 有 他們都去過了 他們全部去過了 請業員之家李柏義就加分 他亂請一通就沒有來請我去 太奇怪了 對不對 比你們去 大錯大錯 我們謝地公民組長也是基隆人 你怎麼看這個案子 我昨天晚上 因為謝氏中青都會有花車遊行 我昨天也在跟著遊行隊伍裡面 到司令台的時候 謝國良就走下來 其實我就一路跟著他走 我現在姑且不論法律的觀點 大家討論很多 我以我現場觀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兩邊 因為他是從中一路 就是海洋廣場那邊開始下去 我覺得兩邊跟他回應 老實說還滿熱絡的 因為路也滿寬 他一下跑到這邊握手 一下跑到這邊握手 我看就兩邊跑來跑去 有時候就在鞠躬 我覺得他昨天那個動作做的 其實還滿不錯的 回應的其實也都還算滿熱絡 但是還是要回到 因為這個票 你要投到76,900多票 換言之 你要怎麼樣讓這77,000票 開出來 這其實是難度還滿高的 但是這一次如果 我看到的反而是下一次 就算他這一次過關 其實他下次選 可能真的沒有這麼好選 這一次可能會過關 可是下一次可能會很困難 因為對於一個曾經被罷免的 而且這個票數 可能差距不會太大 這是我可能看得比較遠 看到下一次 如果認為謝國良市長 動用檢查權破門而入NET 要把謝國良罷免的話 拜託邱玉營直接把法務部長門踹破 怎麼沒有去罷免邱玉營 那不是更過分 還本人進去 所以現在對民黨而言 我覺得他們就是為了罷免而罷免 根本沒有為什麼 我真的講過很多次 有一個綠營的側意 他認為要罷免謝國良的理由 有一條是因為謝國良 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不認真 這個也可以當作罷免的理由 都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覺得不用講這麼多 二階段只要過了 國民黨就是熱戰 讓我們的支持者出來 不只捍衛謝國良市長 也要捍衛基隆市民的權益 就是從現在到投票那一天 謝國良就要請這兩個 無啦 去基隆 不是 要一再去 他們去唱對口相聲 有票 你知道嗎 就僱用你們兩個 競架廣告 我們不拿錢了 好 二零二六年的大選 各縣市其實已經動起來了 從一個指標來看 桃園 桃園市市長張善政 過去大家都說低調 然後也不喜歡在媒體上出現 可是現在他硬起來了 包括他撤銷SRF電廠進駐 這個鬧了好久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包括 你看到再生燃料的事情 本來中央是有一點點 hold住的 可是在某一些團體的壓力之下 他打開了 開啟了 蓋到一半 現在中央又說可以把它停止 所以我們看到桃園市市長 他槓上中央嗎 張善政說我追求的是程序正義 那反反覆覆的中央對上 看起來有明快 就事論事的張善政 有人說他在為2026先布局 我覺得張善政做得非常正確 我覺得說真的在SRF這個案子 民進黨真的是在践踏桃園人 觀音人 我舉個例子 當初SRF三家 三家就燒垃圾發電在工廠 他要進到觀音去 三家全部放在觀音 可是觀音過去你要知道 觀音過去真的是非常綠的 可是民進黨就欺負觀音的人 對民進黨的支持 不是SRF進去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前鬧得沸沸揚 藻礁也是 觀音的藻礁也是 他們重要的生態的一個資產 就民進黨說這個藻礁永存 然後就把藻礁全部埋了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SRF 觀音人氣的是什麼 因為我去觀音去過好幾趟 為了SRF也為了藻礁去好幾趟 他們氣的是什麼 你到選舉 當時為什麼SRF能進去 第一個鄭文燦 第二就是經濟部王美花 王美花經濟部給了推薦信說 他推薦這三家進去 因為經濟部有推薦信進來 就做了一個球給這三家公司 他進場了到那個 就取得進到那個淘科的一個機會 可是因為選舉到了 就民進黨怕觀音能反彈 就說沒有我撤銷這個推薦函 當初是因為你的推薦海才讓他進來的 你撤銷掉我當然就是不讓你進來 結果民進黨竟然還可以寄出一個說 這個推薦海沒有法律效力 所以要讓你進去就讓你進去 那這一件事情說真的 我覺得完全違背政治誠信 整個來看其實民進黨 為什麼在SRF這麼用力推 說白了也就是因為缺電 你現在民進黨現在到處挖東牆補西牆 還寄出什麼北部不可以有所謂的大型射算中心 那都是因為他今天知道缺電問題 到處塞電廠 是 這個SRF就是一個電廠 只是他燃料 他的燃料經過一些這個處理 對 不停再生燃料 我老實講啦 先說民黨執政八年了 一支所謂的這個跟大眾宣布什麼 都說台灣沒有缺電 結果把核電廠關光了 綠能補不起來的情況之下 只爆不住火了 現在行政院改口說什麼 叫北部缺電 台灣就這麼點大 南北300多公里 東西寬100多公里 居然台灣缺電還有分南北 我覺得這非常好笑 所以說張善政市長 到底是不是為了選舉 我覺得不重點 重點是他凸顯了 台灣現在就缺電的事實 所以這還是大家所在意的東西 但問題是對於民黨而言 他之前花了很多錢 尤其是風力發電 花好幾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今天風力發電 佔全台灣總發電量的 百分之零點六左右 因為沒有風 對 因為沒有風 然後當我晚上的時候 沒有太陽能 請問一下這些綠能 到底怎麼樣能夠攻擊 台灣足夠的發電量 這是民進黨政府 永遠說不清楚的 但是他永遠就只有 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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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他的神主牌 但是什麼樣的做法 對於我們台灣的未來 更有幫助 我感覺起來民進黨政府 根本就沒有用心 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台電講說什麼 因為北部電不夠 所以不讓北部蓋什麼數據中心 莫名其妙 現在有這樣分南北的 還有人 北部如果說 假如稅比較多的話 是不是北部的稅留下來 自己用就好 還是說南部才有稻米 所以北部不能吃飯 國家治理沒有這樣子的 電就是整體的 你現在就是要講說 你過去的能源配比 造成這個狀況 你先出來道歉 你以前一直告訴大家說 不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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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在做 比如說核四的公投的時候 你告訴大家 台灣都不會有缺電危機 所以很多人就投了反對票 現在又忽然間隔了幾年之後 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有缺電 但是缺的是北部 北部的人口就一千多萬 你讓台灣一千多萬人缺電 你還好意思講說台灣不缺電 所以這個真的 我覺得你要先道歉 然後接下來就是 趕快修補錯誤的能源政策 他現在搞到 和安會的主委都做不下去 因為核安會主委在立法院 我們質詢他 結果我問他說 到底核電可不可以用 他說不知道怎麼辯護 我問他說核能到底安不安全 他說如果有發生事故 就是不安全 沒發生就是安全 我說你真的是被語言 被核安會主委 耽誤的語言天才 真的 就是 他說不知道怎麼辯護了 所以把能源政策搞好 才是重點 對 我 follow這個 其實能源政策是台灣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覺得看到核安會主委 會下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警訊 但我想講一下張上正 除了他今天跑去基隆以外 他是理工男 其實以前大家都覺得 他比較少一點政治位 但是我相信用他的專業 應該會給桃園市 帶來很不一樣的氣象 來 Vincent 其實我必須說 其實當時率頭 會用地區來分供電的 就是盧修燕 盧修燕當時2018年選市長 他的口號大家還記得嗎 中電 拒絕北宋中電 就中電拒絕北宋 這個意思是說 我中部產生這麼多電 然後都是你北部在使用 我中部人來吸收這些污染 但後來數據也說 好像中部也其實是來自各地的電 其實是南部 才是真的是最大供應者 但事實上我覺得 剛才原則說也沒錯 本來電就不應該這樣子分地區的 其實我覺得說台灣應該整體而言 如果今天有電網上要補強的地方 來確保說北部有逐步電來供應的話 那這就是該做的事情 我接你的話 因為你剛才就講 說為了2026 張三聖印起來了 如果你講的是對的話 我給他掌聲 因為他是理工男 當初桃園的市長候選人南產 因為桃園地方角色 非常厲害的 他也想說 雖然不是牛鬼蛇神 也很接近 所以我們張三聖這個人 其實是不適合選舉的 他竟然做得還不錯 但是還是有一點 沒有那麼轟轟烈烈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 硬起來我覺得不錯 所以你鼓勵他 當然 你鼓勵他繼續 不是 當然 他要看到他要不要連任 其實他連任也不一定很簡單 可是看起來他是有要連任 因為他除了 處理電廠的事情之外 最近他去跟建商講說 請問我 坐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